母亲心爱的女儿去世了 在女儿的葬礼上 母亲难过之后却笑了起来 啊 是我想到那样吗 比如女儿生病了 母亲会让女儿不那么痛苦 选择了安乐死这种 按常理说是这样 但这可是海龟汤 确实不是这样 母亲是正常人吗 她会不会有什么精神疾病啊 女儿死了明明很伤心 却哭不出来只能大笑 都谈是小丑是吧 不是 女儿该不会是正在被通缉的 年环杀案逃犯吧 母亲看见女儿被捕后处刑 这样女儿再也不会伤害其他人了 所以大松一口气地笑了 不是哦 她们是有什么深仇大恨吗 没有 关系反而很好 我想到一个疑点 母亲真的是母亲吗 该不会是后妈吧 表面上对女儿很好 但实际上却像白雪公主里的 邪恶王后 暗地里一直想除掉女儿 不是后妈 就是亲生女儿了 难道女儿很有钱吗 会不会是女儿有一笔巨额财产 只要女儿死了 母亲就可以继承女儿的遗产 支付宝到账 一百万元 很有趣的想法 但也不对 那女儿是正常死亡的吗 不是 难道女儿的死和她的母亲有关 母亲是凶手 没错 果然 关系又很好的母子 其实女儿不是人 而是母亲养的猪猪 母亲把猪猪当作女儿看待 然后养肥了再吃掉 好财人 多放点自然 重点错了 女儿就是正常人 母亲是故意要杀死女儿吗 是 也不是 故事中 是不是还存在第三人 是的 还有第三个人 那个人也是凶手吗 是 也不是 这算什么回答吗 难木城是第三个人死坏 在那里挑拨母亲和女儿的关系 最终导致两人互相残杀吗 这倒没有 那这个人和母亲女儿的关系怎么样 是仇人吗 算是的 母亲对于伤害自己女儿 是有意识的吗 不会压根不知道自己杀死了女儿吧 或者 母亲是盲人吗 房子里进了坏人 母亲想反抗 但因为看不见 所以误杀了女儿 但她却以为自己杀的是坏人 所以开心地笑了 哦 虽然不对 但母亲确实杀错了人 母亲难道杀死的 不是自己女儿 除非 母亲把女儿 错人成了别人 是的 母亲要杀的人 是不是和女儿长得很像 是的 难道母亲还有一个女儿 她们是双胞胎 没错 我明白了 故事说的第三者 就是母亲的另一个女儿 母亲想杀的其实是她 但当时 她们在玩某种交换身份的游戏 所以母亲 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杀错了人 没错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